这个事情 我可能要跟陈凯仪谈谈 谁 凯仪不用啊 您是什么位置 她是什么位置 应该她来找你汇报 鲁冰冰这个人哪 那怎么形容她呢 阴险小眼 请进 吴总监 请坐 好好好 坐 您坐 您坐 来 主编 昨天我发的那个邮件 您看了没有啊 什么邮件 就是广告部和内容部 进行合作 但是如果这样的话 那以后内容部和广告部 谁听谁的呢 天哪 小主编 你这个想法一针见血啊 因为这个东西它太棘手了 可谓想了很久 你想它到底是广告部 听内容部的还是 这挺麻烦的啊 但我认为其实我们 还是可以先磨合 把事情先做起来 与此同时啊 您可能还要设立一个单独的协调小组 因为未来可能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由您来领导 处理这些问题就会比较方便 你还要认为您 这个事情 我可能要跟陈凯仪谈谈 谁 凯仪不用啊 您是什么位置 她是什么位置 应该她来找您汇报 大家都是同事 不需要摆架子吧 这不是摆架子 这是规矩啊 温主编 你想 今天这个 宣题会 颜凯仪没来吧 陈凯仪也没露面 您不觉得这背后 是不是有点小动作啊 当然我 我瞎猜的 但是你看这帮 这帮编辑们 他们怎么会有胆量 搞什么集体辞职这样的事情 难道陈凯仪没有在背后 做点什么吗 要不然他们敢吗 所以啊 下午的那个吕之慧 也要小心一点 我觉得下午应该是个 简单整个过程 应该不会有人来导论吧 人心格肚皮 真的不能不防啊 如果你放心 我会帮你盯着这些人 他们要是敢做初一 我就有十五 帮着他们 谢谢 不用谢 应该做的 还有事吗 没有 那没事去找试呗 主编太厉害了 一针见血 没事找试做 我都没有想到 没事还能找试做 主编 那下午我就等着您在旅职会上 三两登场 好 没关系 什么 Bot 这 我就会 在我 我 鲁冰冰这个人哪 真的太油腻了 那怎么形容他呢 阴险小眼 我已经到了办公室 你过来吧